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从原始点开始发展的过程中 民众就不断的追悟 那你的原始点是不是经过按摩啊 有没有 这些都会问 你们会不会想问 很多人都想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最后认为 这个应该跟经过穴位 还有阿四穴做一个比较 三者他们之间的关系 把它说清楚 也就下一篇要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那把它说清楚 以后你们就知道 什么叫经络穴位 什么叫原始点 什么叫阿四穴 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题目 经络学说是中医重要的理论基础 更是中医外治法 针灸血位的理论依据 两千多年的实践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传播到世界各地 继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异于经络思维的阿四穴与原始点 而它们是否有可能弥补经络的不足呢 经络的不足早在唐朝时的药王 孙思鸟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它用十四斤的穴位 治疗已患者的腿痛 经半月无效 于是它尝试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的在其病腿上掐饰 另寻经络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相传是在七天中变换了五个位置才告治愈 阿四穴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鸟认为它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四穴疗效之所以更胜经络穴位 显然阿四穴必有不同于经络穴位之处 此击阿四穴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才确立 这与经络穴位的位置固定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是否为压痛点正好相反 好这里已经到出孙思鸟的看法 其实孙思鸟一样如果从中医 必然要从经络理论 然后以针灸穴位 来处理我们的病症一般是这样 那问题是一个患者的腿痛 他扎针了半个月没有效 那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医师 跟一般医师不同是怎么样 伟大的医师他随时放松自己 我这样做没有效 一定有问题 他会去想办法 那所谓的一般医师反正没有效 我都照书文上 人家也不会说我怎么样 怕创新 然后固守这样 然后一次没有效 下一个来也没有效 他认为反正医学就是这样 有些有效有些没效 久了也习惯了 但对孙思鸟来讲 他不是这样想 没有效 扎了半个月 那对一个有心于医学 想救人的人 绝对不能容忍 所以他开始想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 然后他就从患者的腿上 那个痛点 往上一分一寸的长 然后一直压 问患者痛不痛 直到有一处压下去 患者哀一声 噢 他就从这一个位置下针 患者马上改善 这个是他第一个发现的 所以称为阿斯蟹 就是这个压下去会叫的叫阿斯蟹 那他最后的结论就是 阿斯蟹比十四经络的任何蟹位 更有效 你看喔 他这样说 那表示从唐朝孙思苗 就已经发现经络这些疗效 是有问题的喔 要不然他也算是一个 很伟大的医学家 所以他会讲出这一句话 其实在我现在来看 已经是算是瘀学的一个很大的创新 因为他已经跳脱了很多古人的思维 那问题他没有继续研究 所以他的学说 然后加上他讲法太简列了 也没有实际再把阿斯蟹进一步研发说 他有没有位置固定 或是在哪一处才会发生 哪里的痛 位置在哪里 可以找得到 他没有继续 因为要继续很难你知道吗 要继续要花五年 而且这五年是什么事都不干 就每天夜以继日想着 怎么开关在哪里 这样才能找得出来呢 但是所以太难找了 我只能跟 所以一般医学在围当 我看都很难熬个五年 我认为那五年我 你再看我的心路历程 那在找好像船开出去 茫茫荡海一变漆黑 你根本不知道暗在哪一边 你找得到找不到 你也不知道 前身你别以为就这么大 哇 要找到开关还真不容易 而且找到之后任何人都可以用 这样才算数 所以孙姿苗最后就 只点出问题所在 但就没有再进一步发挥 那没有进一步发挥 当然这个事情就搁置了 所以从唐朝以后 只有一种这样的说法之后 因为这种声音很快就在中医界 慢慢的消失 还是回到皇帝内经的经络理论 然后十四条经络 十四条经络 瀉瀉瀉瀉有多少 三四百个很复杂的 然后又回到这里复杂来 所以 孙姿苗起码说出一件事 他认为阿四蟹 比经络瀉瀉瀉更有效 那他的原理一定跟经络瀉瀉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他不按患处 这先确定 所以也可以确定 阿四蟹是解决 他助体伤还是患处体伤 现在我们一看就知道 患处体伤是要按患处的 对不对 那避开患处就很显然 很多的病症都是由他处引起的 那你们现在也可以看得清楚 避开 然后要找到特别的痛点 还要 但经过瀉瀉要不要找痛点 不用 他比一比 你譬如说竹山里 那腿比一比 大概在哪个位置 阿有没有痛 没关系 我针下去他一定痛 他不痛也会叫 然后不叫我再连转停差 他就开始 啊 有了 那也算阿四蟹的一种 另类的阿四蟹 我没有 我是开玩笑的 那得争感都是这样 那所以在这里 他的原理其实跟经络学 经络理论 那个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经络理论发展第一次出现 在唐朝 皇帝内经经过一千多年来 第一个有人大胆的提出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从阿四蟹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学位也是古人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但如认为其背后有真实的寻行路线 纵横交错 周辨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学位 那就形同克周求见了 阿四蟹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所以孝艳胜过经络学位 既可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四蟹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首三阴 首三阳六条贯穿分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 肘部 两处 涵盖整条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成片区的 如石头与水 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线进行 因此针刺穴位既不需循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寻经取穴的问题 好 这一段其实已经间接提出 对经络的质疑了 这些线到底是不是实有 还是大家都在假设中把它定掉 那从临床上很快看出来 我说如果手有六条 这个外侧的叫做手三阳 内侧的叫做手三阴 如果这样才能解决 那又复杂 但在原始点发现 你只要轴步 这个原始点一按 所有不管是手三阳 或手三阴的位置 或没有画到的线 这一个立体区域 全部它都能处理 画这样哪有线 所以这十四条经络 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已经怎么样 不攻自破了 然后再从理向来谈也是 我这里是用一个比意 如石头丢于水中 水是水波是单线进行 还是一千一千的往外进行 一千一千的啊 是立体式的 对不对 他不可能只有一个线跑来跑去的 没有这样的 那很明显 所有世间的理都是这样 我按了也是啊 这一区都全部改变了 那阿世线的原理也是 他一按下去 整个管理的范围 这些痛点都会消失啊 那这样说来 道理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古人设的这十四条经络 还有卸慧 道理是不是如古人说的 那么灵验 一定要寻精起泄 那我自己本身也针灸 寻精起泄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也就是孙思苗 遇到腿痛的时候 寻精起泄啊 不大能做得出来 十四天也做不出来 所以这里已经把 这些问题已经怎么样 经络穴位的问题 有没有点出来 孙思苗也这样说 原始点做出来也这样说 那还有什么华语 好那现在就是 我点到这里 那还是没有点到重点 重点在哪里 那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们疗效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那么原始点 即阿氏穴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它与经络穴位 及阿氏穴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首先 三者都只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 只分成一条脊椎 及七处 至为解药 经络则分成十二正经 任督二脉 及落脉等 在这些经络路线上 分布着三四百个穴位 阿氏穴则无固定位置 其次 三者都是为了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但在处理上 原始点 是通过按推病症 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因原始痛点 夺位于患处上方的骨旁 故简单易血 经络血位 是通过经络理论 以针刺血位 因血位繁多 分布于不同经络 以致配血不易 难有标准 故复杂难学 阿氏穴是通过针刺 换处外的压痛点 以压痛点的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范位可循 故难以应用 此外 在诊疗上 按推原始痛点 在其影响范围内 不仅具有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病症的治疗 还具有分辨病症 体伤位置的诊断 经络血位 及阿氏穴 则无此诊疗合一的方法 换言之 原始痛点 虽属压痛点 且需避开患处 经按推确认 双方互动 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但它距离患处最近 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这类似于阿氏穴 而不同于经络血位 但它又有固定范围 此则类似于经络血位 而不同于阿氏穴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血位繁多 以致退学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也突破了阿氏穴 似大海捞针 以致千年来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并将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 一学一用 极大的简化了诊疗过程 所以原始点的发现 是继阿氏穴的创新思维之后 再一次为中医乃至为医学的发展 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经络血位 还有阿氏穴 这里都已经说清了 也就是从我们经络学说 皇帝内经开始 到唐朝经过一千年 有了孙思苗 孙思苗只是提出一个阿氏穴的概念 但实际的应用怎么找 没有一个方法 那之后 你看那么多的中医师 就没有人愿意再去研究 包括我也没有研究 是这样 然后直到我太太得了癌症 全身都痛 进了安宁病房 我开始在无意中 就是她腹骨沟痛 我在臀部轻轻摸 摸到她 臀部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特别痛 然后我慢慢帮她推个两三天 竟然好了 我就知道全身一定有开关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还没有想到阿氏穴的问题 但是经过五年的寻找 已经都 现在都 我确定之后后来就没有再改 就一条脊椎七处 你们有没有帮我改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个 那你看喔 这找出来之后 她已经解决了怎么样 阿氏穴的问题 因为阿氏穴怎么样 她位置不定啊 你很难找 所以中医师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找阿氏穴 所以大家不研究 那我已经知道了 你在哪里痛 你往上找 她那个骨旁一定有阿氏穴 一定有 那这样早 早就不用浪费时间 也帮阿氏穴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些又距离患处最近 那阿氏穴全身有很多阿氏穴 我也不知道孙师鸟的阿氏穴 跟我有没有一样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这里手腕痛 她有可能在这里 也有可能在这里啊 那她按的是不是离病症很近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已经无从去考察了 除非把孙师鸟 再从地上挖出来谈 你这个当初是怎么发现的 聊一聊 那不可能嘛 那所以中医界的经络 很多人去什么研究 最后顶多就是提出一些 找到什么奇特线啦 什么特殊线 什么有效线 顶多只能玩这样 但整体的那种创新的概念 倒反而失去了 当然直到唐朝再经过一千多年 这一个人的出现 才有了重大改变 而这样的改变 其实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不是快速有效 然后也不需要用针 更重要的一点 它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也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医学 把诊断与治疗 在同一个步骤同时完成 也就我这样按下去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我只能这样讲 这个重大发现 到现在我都有一点 觉得如梦似花 是真的吗 我竟然发现了大开关 然后把诊断与治疗 完全在一个一刹那间就完成了 这是不可能 因为我本身是医师我知道 从古至今 你翻开任何的医学 没有说诊断 治疗是合在一起的 诊断就是归诊断 治疗就是归治疗 你中医你要开药 你还要变医师治啊 然后问了老半天啊 原始点不是 他在治疗的同时 找出开关之后 马上按了 马上就知道 你这个病症是塌住来的 还是患住了 就好像我们我要让知道电灯 为什么这里整屋子都是黑的 我第一个我 我不是去修理电灯呢 我是去找开关 他开了 他亮了我就知道 那是开关没开嘛 对不对 那我开了他电灯还不亮 我就知道可能电灯坏了 就这么这样 所以他在按开关的同时 也是要确定怎么样 电灯有用法 所以既可以让灯亮 也可以怎么样 达到灯有没有坏 所以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这是从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 这一个对医学的推进 绝对不是单单只中医而已 了解吗 是在医学界第一次出现 这个重大的突破 我敢讲 我百年后 在医学史上 一定会记上一笔 好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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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讲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这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土为快 但是其实说实在 现在你们在应用 在诊断与治疗 为什么会那么快 而不需要检查 而且比西医准 就是从这一点开始 所以我发现我那五年 还真的炸下了基础功能 那五年是真的没有白费 好 那有了这五年后面 才有一些更深的 就是从热能的研发 种种到今天嘛 走到今天 那他处体伤 那个按推原始痛点 是解决他处体伤 热能 是为了怎么样 以患处体伤为主 所以讲到这两个理论 其实很多的理论都 解决体伤跟热能不足的理论 已经都在里面了